為何我把電子戰士推進來而不是飛出來呢 我們反轉機底看看 因為它底部設有滾輪即是車輪 一個這麼貼身的起落架 我第一次看到 回到上面 我們在前面的機頭會看到灰色這個位置有一個小機關 這個小機關有何用呢 一會兒變形你就知道了 如果各位有看我之前做頭領戰士的早兩個Review 一定會看到我在稱讚官方的上色技巧 沒錯,他們要做的話 亦都認真做的話,是真的做得到 做得很美、很完美、很棒 你看看,沒有出界 那個顏色是很分明的 現在快要變成一個,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變成什麼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模式簡直是整條影片的Spotlight所在 我自己覺得,真的對這個模式非常非常之超級好奇 所以不必請大家繼續細心看下去 很快便完成了 就是這樣了 這個模式是Office 數的,說明書說是這樣變的 有沒有人告訴我這一塊是什麼? 又不是飛機,又不是基地 重點是什麼呢? 它站不穩的,可能我自己變得不好 是不是其實我自己遺留了一些動畫中應有的情節呢? 可能太小時候忘記了 唉,這個究竟是什麼來的? 都是正正經經,哈哈,叫做正正經經啦 我們先變回機器人吧 小時候,請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rainstorm 没有记错,当时分别有四个版本 当中涉及三个版本属于尾版,另一个版本是日版 尾版之中,当中两款是限定版 虽然是这样,但亦令一众全球的玩家都相当难入手 我只能说,Brainstorm 和头领战士 原来真的十分受欢迎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的讨论我都有提及过 看我玩,看了,当玩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包装实在太漂亮 收藏价值实在太高 我也知道你们不舍得打开它 我是一个玩家,打开它又有什么所谓 今天分享这个限定版的头领战士 Brainstorm 来到这里就完结了 接下来我会继续和大家开箱其他的头领战士 你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继续支持我们 记得开通知 只要你开了通知 你在手机或电邮上 就会收到我们有最新的消息 上传了什么影片,你都会知道 我是Stanley,下次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